OK 長毛突藥 窩居看樓團 新居屋的跡是出名怪的 入門建設大家都聽得多 這間新居屋不單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三間房間 那廳住這麼寬落 到底設計師用了什麼方法令到它大變身呢? 其實本身這間屋應該是一個兩房間隔離 但因為屋主需要有一個工人房 我們在廳就選了一間工人房給它 工人房就在電視機場後面 為了更加坑位 就將電視機櫃陷入工人床的下面 由於工人房沒有窗 所以房門用了透光的和紙和玻璃 不過全屋最特別 都是大門入口這個充滿和風的圓關位 客廳特別做了高一級的地台 圓關位就鋪了較耕用的磚 旁邊特別加了木條紙屏風 分隔出廚房的空間 至於這間屋主特別添置的吊燈 看起來好像月亮 配合整間屋的和風設計 客廳用了觸地板 房門框都用了同色系 令風格更統一 而電視機的背景場就用了水泥板 成為客廳的特色牆 飯桌用了摺桌 小朋友就有更多活動空間 單位還沒間房之前是這樣的 現在的主人房和兒童房都算相當寬落 屋主更好有心思 添置了不少脆脆的家品 令屋更有新氣 好 想借錢公仔率出國讀書 但又擔心負擔好大? OK長毛業主私人貸款 提供得衛利率和長達96個月的還款期 還款輕鬆少負擔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 OK